乌尔战争先来关心的是俄罗斯声称乌克兰出动攻击型的无人机来攻击黑海舰队总部 想请交给新话 没有错 财燕观众朋友 现在呢 乌南地区可以说是战火政治 首先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究竟乌克兰是如何针对克里米亚半岛发动了起习 其实他们动用的是攻击型的无人机来攻击黑海舰队的总部 造成了五个人受伤 而当地的市长他的立场是轻饿的 他就直接说这样的行为呢就破坏了俄罗斯的海军节庆典 同时呢 所有的庆祝活动也都暂时停止了 但是乌克兰方面怎么说 来看到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副局长表示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其实是乌克兰合理的打击目标 觉得他们是师出有名的 而随着这样的攻击行动也显示 乌克兰似乎要透过无人机把战线持续南下推移 彩燕 希望现在各国还是不断的军援乌克兰吗 像是最近他们又公布了最新用多管火箭系统作战的画面 还说这个火力比海马斯还要更厉害啊 没有错 现在西方的援助真的等了好久 是否乌克兰方面已经训练完备 通通都要投入战场当中了呢 当时彩燕提到的这个多管火箭炮系统 它的名字叫做M270 而且乌克兰也在推特上公布了作战画面 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他也表示谢谢合作伙伴坚定不已的支援 他说他们一定会继续走向胜利的 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个M270的多管火箭系统 是不是比先前美国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 更加来的火力强大呢 其实他们的构造其实有相当程度的类似 用相同的弹药套件 不过呢M270一次可以装载两倍的火箭弹 可以携带12枚的火箭 或者是两枚射程 多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飞弹 还有战术的弹道飞弹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飞弹头呢 可以借由GPS 也就是卫星导引的方式 来做一个精准的打击 再来呢这个影片当中 其实又发现这个火箭系统 下面搭载的是旅带式的斯巴达装甲运兵车 这很有可能是来自英国的军援了 蔡燕 好 情况最近乌克兰发生了战俘营爆炸案的事件 但是乌克双方都否认犯案 导致打到现在传出俄军这边 打算要准备极音速导弹 那它对战事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确实哦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 就是这个战俘营的爆炸案 现在也成为了罗生门口水战 这个地点呢 其实是位于在俄罗斯控制的 盾内斯克的某处城镇 由于这个战俘营爆炸 里头可以说是死伤无数 目前只有50人死于这场爆炸当中了 但是呢 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双方都否认犯案 并且互相指控对方都是始作俑者 乌克兰方面说呢 这是因为俄罗斯在战俘营里头虐求 所以才要引发爆炸案来掩饰他们的罪行 但是俄罗斯方面说完全没有这回事 他们甚至要邀请联合国跟红十字会 一同来调查 与此同时呢 整体的战况在俄罗斯还有乌克兰持续对峙当中 英国的军情六处还有国防部 他们都说现在呢 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已经对战争越来越绝望 认为俄罗斯绝对不会胜利 因为后勤的补给出现问题 兵源的着急也有短缺 而在7月31号 俄罗斯海军成立326周年 普京透露 俄罗斯数个月内要配备告示的极音速导弹 这个速度之快 其实目前呢 很多雷达系统是没有办法阻拦 还有导弹系统 反进系统是没有办法阻拦这样的导弹的 加上呢 普京提出了海军理论 想要发展海上强国的雄心 而且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 才愿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